大家好,我是913,起床了,也都收拾好了 这个服务区还是比较不错的 早上还是挺热闹的 昨天没开门的地方,全都开门了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现在准备把我们的水壶都打上热水 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直奔苍州 这导航对我们导下高速了 嗯,给咱整丢了哟 就整一样的导航,为啥咱们下来了 他们没下来啊 不知道啊,咱们这是 是躲避用途了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就像咱下高速 好了,现在是走这个小麻麻道上来了 这个小道好像是小村道 这是啥地方 走转 跟着导航走吧 我估计反正怎么越走越便宜 咱走又走不丢又完了 我也没准是不是 我第一年开面包 那个导航就给咱俩到博米地里 片天让咱俩在博米地里过 一点道没有 但是这两年这导航马上的应该也挺好 应该丢不了 找到目的地就行了 前面又进村了 他们这边的农村跟咱这边真不一样啊 他们那房子跟咱们比较 他们顶都是平的 虽然说是都是冬山省 咱们现在还没出晒惯呢 这边还是辽宁地界 为啥是平宁呢 是有打算接二层的斩备吗 在这小道这儿越倒越偏僻一点 又给倒水泥道了 这小道越窄 两边全都是大地 真倒地里了这个呀 很喜欢观察还有一条道能让咱们走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梦归的老又是我同伴 蓝天配夺夺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才是晚霞的一伤 上大道了 上大道现在跟新宇跟钢哥已经分开了 他们走清华高速 咱们走什么高速了 清宾高速 咱们走清宾高速 高速都变成两条了 那莫迪迪是一个地方这些 慢慢走吧 那条高速好像堵车 看导航那边都是红的 看见没有 那边就是海了 我们现在行驶的是滨海大道 看见大海道 大不 看不清太远了 远处都是海 不是看不清 是都是海 咱们现在是沿着海边在走路 对呀 这边都是海 咱们现在应该是在龙头的这个位置 在龙基礁这个位置 等到达龙轨 咱们就到达目的地了 我们这条路线呢 是临海的 这边有个小祸口 我们可以开车下来 再往前呢 就不敢开了 因为这边的沙子比较悬 看看前面这个大海 有很多人呢 都在这拍照呢 这边外边 这边这个海边啊 风实在是太大了 你不喊呢 说话都听不见 大海啊 全是水 乌鸦呀 两条腿 不喊呢 这个水 外边的风啊 实在是太大了 不喊呢 都踢不走啊 海浪都打到鞋上了 外边实在太冷了 在这就不多待了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 咱们走这条道 意外的看了一下海 他们还在高速这堵着呢 那边全是船 那这是造船 不是 这是那写的张建岗 张市船只 这是一个港口 那全是船 那边的环境挺好的 海边嘛 都是旅游的 旅游区 那边都是冰箱 去走下道比走高速 警测好 咱们不是去车去吗 不然检查 精进地地不用检 咱们外省的来都得用检 请你们自觉接受安全检查 摇下车窗窝里出示驾驶证 咱们那是下高速检查一次 这就是 下边又检查一次 则有车要提前打开后备箱 车内所有人员 这是警告 这怎么还有持请呢 嗯 请所有车要提前打开后备箱 车内所有人员准备好身份 咱们车上这么牢的东西 不知道能不能挨法 后备箱也打开就散掉了 已经检查完毕了 这个呀是治安检查 没什么大事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危险品呢 检查检查你这身份证是不是再逃人远 直接我们这是比较正常的 算下身份证直接就过去了 库备箱他就打开看了一眼 也没有什么危险别 我们就直接放行 看他们吃枪感觉挺吓人 是不是有不法分子再逃 我老头是往上讨饭了 到时到一个地方他就得检查一下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上高速了 终于出东三省了 终于出东三省了 我的第一个目的地终于到了 历经了两天的时间 现在呢在房车厂家的附近 因为今天到这太晚了 现在去厂家人都已经下班了 只能明天早上再去了 明天直接就去厂家 完了之后弄房车 这两天呢一直在赶路 也没怎么好好休息和吃个饭 今天呢我们准备好好吃点东西 给我们搓一顿 这期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得记武章庙去了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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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